自从玄冰与孙一珍公开恋情之后 这一对明星情侣成了娱乐圈热量的话题 当然哪怕是公开恋情 这一对敬业的明星艺人也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 玄冰更是近日投身 进入了电影《机密同盟2》的拍摄工作之中 男朋友玄冰在忙新电影的工作 孙一珍也没有闲下来 2月7日从外媒传来关于孙一珍的新广告拍摄工作 在新的服装广告代言之中 不少网友发现 如今的孙一珍已经明显开始长胖了一些 而且像比以前更有女人味了 眼尖的网友发现孙一珍最新的广告拍摄之中 依次她开始有了幸福的婴儿肥 而且整个人的脸蛋开始明显变得更圆润了 和玄冰热恋9个月孙一珍开始发胖 有了幸福的婴儿肥 不少网友表示这一次的孙仙 真的是与选宾越来越有夫妻像了 比爱得迫降的她更漂亮 一品在线服装的搭配也是超级好 尤其是从这一组女装代言的情况来看 孙一珍完美地驾驭了各种风格 脸上的笑容比以前更甜美了 虽然选宾和她在不停地忙于工作 但从2021年的第一天公开恋情之后 大批的媒体不停地发现孙一珍越来越爱笑了 而且爱说话的眼睛也是超惹人喜欢 这一次她变胖了有了婴儿肥 与玄冰的脸超有夫妻的感觉 哪怕是大家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 她身为恋爱中的女人那一种小幸福 孙仙的粉丝们留言太甜了吧 感觉孙仙出道这么长时间 这是属于她最幸福的时候了 哈哈 孙仙是幸福的胖了吗 怎么感觉她是被选宾捧在手心里的幸福女人呢 相比在2020 Appian Star Awards 演技大赏的舞台上 孙一珍的确是胖了不少 当然选宾也越来越帅气了 很多网友在期待着他们能在今年完成结婚典礼 但具体的时间他们本人并没有透露 如果照这个速度发展 估计他们也快了吧 上个月的时候 选宾还被媒体拍摄到已经准备了爱潮 而且疑似孙一珍已经与选宾 开始进入同居的幸福生活 爱潮是选宾特意准备的 而且花费超过3600多万元 整个豪宅面积超过2000平米 可以让两个家庭的人一起幸福生活 期待早日听到孙一珍与选宾的好消息 看着孙仙如今的幸福笑容 真的期待他们快一点传出好消息 选宾和孙一珍虽然出道近20年 却直到37岁才等来久违的合作 观众盼望的太久 他们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但错过的青春时光 两位大咖并不是没有半点交集 互相欣赏才能同行 才会被缘分眷顾 在合作电影协商前 选宾和孙一珍都在默默关注对方 所有的电影或者电视剧都已经领悟 哪怕近20多年过去 依然记得对方在剧里的角色 被问选宾在我的名字叫 心酸顺利的爱称是什么时 孙一珍不假思索地回答三直 被问孙一珍在早年采访中 是如何机智回答 为什么没谈恋爱时 选宾也毫不犹豫地 道出了证件没有遇到喜欢的人 在这段采访时 选宾和孙一珍并没有熟络 但可见两位的默契 步调一致的两位 能够遇到是多么的幸运 三观一致的他们 自然有聊不完的话题 说不完的话 才有了一起逛超市 被拍的亲密瞬间 这可是孙一珍 出道20年来的第一次绯闻 选宾是第一位绯闻对象 媒体当然不会错过 但遗憾的是 被两位很快否决了 不是恋人甚是情侣 能够做一起逛吃逛喝的朋友 这样的关系也不错 其实选宾和孙一珍的缘分 很早就开始了 年轻时期的选宾 一直渴望和期待 能和前辈孙一珍合作 可以说是他的一枚资深粉丝 其实选宾和孙一珍的缘分 早在18年前就开始了 22岁的选宾 刚刚凭借爱尔兰 攒露头角 有幸参加了前辈孙一珍 和郑宇胜主演的电影 《我脑海里的橡皮擦》的 VIP适应会 那时的选宾 也是郑宇胜的谜底 初出茅庐的选宾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被媒体问 期待和前辈孙一珍合作拍戏吗 她一脸娇羞的模样 让人印象深刻 回答当然是期待 虽然两位都是同龄演员 但那时的孙一珍 是高不可攀的女神 清新又亮丽的她 已经凭借电影 假如爱有天意 一跃成为国民的初恋情人 成为无数男演员们 争相合作的对象 包括玄宾 遗憾的是15年过去 玄宾和孙一珍 都未能有机会合作 甚至连一次广告合作都没有 那些错过的青春年华 两位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深耕 向演员孟静发 成为了顶流中 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演员后 势均力敌的两位 终于在32岁时 迎来了首次同框的机会 2014年 孙一珍和玄宾盛装出席了18届 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的开幕式 当红摊主持人分别介绍两位时 场下的观众都欢呼成了一片 巧的是主持人用成熟而稳重 和闪闪发光 同时形容两位大咖多么有魅力 巧的是 玄宾刚坦言自己没有结婚计划 缘分就安排他和孙一珍相遇了 当晚两位大咖竟然是相离而坐 成为了全场焦点 坐在新意已久的女神身边 玄宾难言喜悦之情 但碍于孙一珍当晚的着装太过性感 连正眼都不敢看 更别提和对方交谈了 更巧的是 两位都获得了当晚的重量级奖项 制片人选择奖 当同时上台领奖时 还发生了男人寻味的一幕 在上台阶时 踩着恨天高的孙一珍 小心翼翼地低头走着 一旁的玄宾突然回头看了一下 孙一珍的脚 一向绅士的他似乎想去搀扶一把 但又碍于是第一次正式见面太生疏 他只好禁止往台上走去 在领奖台上 两位一前一后发表着获奖感言 但有一句不谋而合 那就是用更优秀的作品回馈大家的期待 当晚的灯光是紫色的 两位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像是大型的浪漫二字 外表冷漠 内心却起了波澜 四年后 37岁的选宾 以袭记得 这个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不过那时的孙一珍正在努力转型 可能是拍摄了大量动作戏和选一句的缘故 第一次同台颁奖时 孙一珍的脸上略显疲态 也正是这一点 当选宾再一次看到孙一珍时 常常忍不住感叹 原来一珍这么有活力和魅力啊 电影协商发布会上被问 为什么会接拍这部电影 两人的答案也是不谋而合 因为对方就是心颖已久想合作的演员 那么早就被制作人看好的一对 居然四年后才开始有机会合作协商 但世间所有的相见和晚都是恰逢其实道 不早不晚刚刚好 这个时期的选宾和孙一珍 都处在人生最好的阶段 不管是心境还是格局 都已经趋于平静 虽然协商是犯罪片 但两位的CP感对观众而言 却是致命般诱惑 意犹未尽的两位也渴望能再次出演 退伍后便再也没接拍 浪漫爱情剧的选宾 心中也再次燃起了 想和孙一珍共同谱线爱情经典的梦想 强强联手 超强CP感 有话题 有口碑 有品质 一年后两人谱线的爱德破将 强势登榜手 成为了历代TVN首识冠军 这个结果都是时间给予选宾和孙一珍最好的馈赠 那些年孙一珍和选宾擦肩而过的时光 让人回味 六年前主持人串联起两个人的名字的那一刻 依旧让人心动 真心希望两位优秀的人能够再次合作 共创佳绩登上事业巅峰 缘分的是不负彼此 不负此生就好 相信时间会给出答案 即便不能将命中注定的缘分延续到戏外 但两位留给观众的美好瞬间也足以弥补遗憾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